哈喽大家好我是房车情报陶子君 今天呢我开了一款呀 全新的宇通B311房车啊 准备呢过来啊给大家测试一下 那这款车呢我刚才一路从4S店那边开了过来啊 听说啊内部有几个升级还是挺实用的 而且呢这款车啊 它现在的价位呢也非常亲民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加长轴的V90的底盘 特别呢适合啊喜欢空间大一些的两口人出行 那我带你们一起看看吧 这款车呢还是一款啊采用大通V90底盘打造的B型房车 那在上方这个位置呢有这个宇通的logo标识啊 那它表明呢它是一款的宇通房车 前两外观呢还是同样原车型是保持一致的 那整个车压长度呢在5米94宽度2米11 高度呢在2米8 因为它采用的是底质空调啊 所以呢上方的高度呢啊还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通过性也会更好一些 这款车的轴距呢是3米76 它是一个加长轴底盘的车型啊 所以内部的空间呢还是不错的 那上方这个遮阳棚呢打开以后啊也比较有特色啊 它配置了有这个挂衣钩 那可以呢在打开遮阳棚的情况下呢 直接啊挂晾自己的衣服 车压外侧这里呢还配备啊一个外置翻板啊 可以在车外呢放置一些物品 那我们把这个车门拉开 大家可以看到啊下方这里呢是车辆的一个联动踏步 其实呢户外的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啊打造一个外置厨房的 当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啊把这个沙门拉上 哎沙门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严丝合缝的啊 不会呢进入蚊虫这点还是挺好的 这个位置呢可以啊放置一些调料 那下方打开这里呢就可以啊自己放置外置炉灶了 可以选择燃油灶或者呢选择卡式炉啊也比较方便 燃油灶呢它是现在比较常见的 不过燃油灶呢确实有一个预热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会有一些这个柴油味的这个情况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那如果想要用水的话呢 在这里啊也可以直接在车外用水 这样打造一个户外厨房还是挺便利的 当然上方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拉帘和遮挡帘的 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选择就行了 这款车呢同时还配有呢重力架水口 同时呢还带有啊自吸 我们可以呢不用啊自己带这个加水泵了 可以呢适用更多的这个户外的环境啊更加方便 这辆车呢带有啊总共呢150升的两个清水箱 那水箱呢也是有这个清洗口的啊便于我们清洗 车里呢选择啊这种磨砂面的爬梯备胎一体式的这种支架啊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通过爬到车顶部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操作 那这款车呢最多啊还可以啊选装600瓦的太阳能在车顶 那从车尾这里呢还带有啊后行车的摄像头 以及呢啊下方的这个倒车雷达都是可以保证行车的安全性的 那同时车辆呢还支持啊选装流媒体的前后摄像头 那我现在呢就站到后尾门的这个地方了啊 打开以后呢内部啊其实是一张呢我们车辆内部的主要休息区啊 下方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储物的空间啊 如果有大件物品的话呢这个床板是可以随时打开的 那放置一个小型的电动车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同时呢下方这里呢也有好多这种啊储物的柜门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也能呢放置啊一些衣物什么的 底部呢都有这种锚点挂钩啊 可以便于固定我们的一些存储物品 那车辆呢还可以啊选装一台呢3000克的洗控液体的洗衣机啊 这样我们旅行中就更加方便了 车辆的左后方这里呢带有啊这个试电的接口啊 可以直接为车辆内部供电 这款车辆内部呢标配的是200Hz的千酸电瓶啊 最高呢可以啊升级为820的锂电 那电池呢位于啊车辆的底部啊 不会占用车辆的储物空间 同时呢还能保证啊车辆的这个左右不偏重 这款车呢整个啊在车底外侧呢 进行了一个这个双层保温的处理 保证呢车辆内部啊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而且呢可以啊达到隔热降噪的效果 车窗呢采用啊非常美观的这种呢平面的车窗啊 没有外侧的凸起呢看起来呢美观度更好 驾驶室呢同原车型啊还是保持一致的 搭配的呢是2.0T的柴火发动机 匹配呢6AT的自动挡变速箱 那可以上了蓝牌Saber用的驾驶 最大功率呢是110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375牛米 这款车呢还有一个啊 雨通房车针对呢V90底牌一个独有的装置 那就是呢发动机苍温暴警装置 以及呢自动灭火装置啊 这个也是参照呢更高的客车标准来打造的 可以保证一个更加安全的行驶环境 前方这里呢带有啊一个这个中控屏啊 可以实现手机互联啊智能影音啊等等一些功能啊 驾驶室的座椅呢带有啊扶手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长时间开车的输入度也会很高 车辆驾驶室正伏座椅呢都是啊 可以向后旋转的这点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操作也很简单 旁边这里有一个金属的拉手 一拉这个拉手呢就可以啊旋转过来了 可以和后方的这个乘客啊 就可以在这里啊说话聊天 或者吃饭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啊 这个车辆这呢还带有一个可以拓展的一个小桌面 那我们吃饭的话呢也可以把饭放到这里啊 现在呢我就在车辆内部站起来了啊 它整个内缸呢达到一米九五啊 非常的通透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啊 上方这个位置有些不一样 其实呢这款车呢是可以选配一个这种啊 全景天窗的啊 这样使得整个内部的环境呢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天窗呢也具有啊不错的隔热和保温性 如果说太晒的话呢 前方还带有这种啊遮挡帘 可以随时呢给它拉上 这款车呢还带有一个19寸的电视啊 可以供观看 那旁边呢配有啊两个音箱 也能达到一个不错的视听感受 那如果想要控制车辆内部的电器的话呢 可以通过车门上方的这一个啊触控屏啊 可以控制灯光啊暖风啊等等的设备 在这个里头都可以操作 旁边这个开关呢大家不要轻易啊 这是一个总电源的开关 那把它断掉以后呢 车辆内部就彻底没有电了 这款车呢合载四个人啊 后方座椅呢也是啊 可以同时乘坐两个人的 不过现在这里呢 它放置了这个桌子呢 我这个腿啊就有点伸不开了 正常情况下呢 它这个桌子也是可以移动的 看这边有这种啊拉手 我们可以呢直接把这个桌子取下来啊 那这样的话 腿部空间呢就非常的宽敞了 而且内部坐人啊也不会觉得拥挤 同时呢可以给随身的这个电器产品啊 充电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水杯槽呢也非常的实用 上方这里呢带有啊储物的位置啊 直接摁一下就可以自动开启了 而且可以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可以把手提包啊 一些随身物品放在这里 整个车辆内部呢采用啊 这种当下非常流行的灰黑色的配色啊 看起来呢非常有现代感 也比较时尚 旁边这个位置呢就是厨房的区域了啊 如果说不在室外做饭的话呢 内部还带有一个900瓦电磁炉 以及呢一个洗手盆供使用 这款车呢采用的是一个双风机的 12伏的底质空调啊 可以增加600瓦的制冷量啊 同时呢它的效率啊也更高 更加的节能 在厨房下方这里呢 有几个储物抽屉啊 可以就是放置碗筷 或者其他的这个厨房用品 旁边这里呢 它是一个这个燃气罐的住藏箱 我们可以呢在车外安装 燃气灶也是没有问题的 里侧这个位置呢 它因为旁边有卫生间 所以宽度并不是很宽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那像我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身材 那基本上正好就是一人通过的 这么一个宽度的距离 那旁边这个位置呢 它是带有一个这个储物空间的储物柜啊 可以自己放置一些零食在里面 那下方呢 它就是一个微波炉了 也是房车上的非常常见的一个生活设施 底下这里呢 它是一个升级的进口的90升的房车冰箱 那它也是带有一个小小的冷冻盒的 卫生间内部的空间啊 真的不大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脚下的这些空间 那如果我要洗澡的话呢 这个马桶是一定要扭到侧边的 要不然呢 我这个腿就站不开了 就只能这样了 整个呢 它是采用了这种吸塑式的材质啊 防水也易于打理 上方呢 带有一个换气扇啊 可以实时保证内部的一个干爽 那有一个比较实用的装置啊 就是这个挂衣钩了 那当我们洗好衣服以后呢 也可以挂到卫生间内部啊 再把换气扇打开 可以呢 快速的把衣服吹干 空间呢 虽然有些小啊 但好在还是可以满足这些功能的 车辆内部呢 带有啊 独立的燃油加热器 还有换热式的热水器啊 以保证的暖风和热水的供应 车位床这里呢 配置比较简单啊 它整个长度呢 是一米八 宽度在一米三 基本上睡两个一米七多的人啊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旁边这两侧呢 都带有啊 这种布衣的装饰啊 那看起来比较舒适 那这一侧呢 带有一个小小的阅读灯 上方呢 也有一个USB的充电口啊 也可以随时充电 上方呢 它整个一圈呢 都是这个储物空间 可以把这个随身的衣物放里面 不过呢 空间其实有限啊 这个储物柜 它的这个纵身呢 也是比较小的 这款车呢 基本上啊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它的价格呢 是34.98万 对于一个大厂生产的 长轴房车来说呢 这个价格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亲民的 具体的配置和价格呢 还是以厂家公布信息为准啊 那今天这款车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觉得呢 两口人使用起来啊 还是比较好的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吧 拜拜